大哥 開什麼東西 嗨 那個介紹來賓 草爺 海修草 大家好 海修草 YouTuber 頻道 訂閱數77萬 目前77萬 沒錯 分個2萬給我 以夾娃娃機的影片為主 再來是HIGH咖也是YouTuber 訂閱數10萬 其實還不到10萬 可以啦 算你10萬好了 沒關係 我們沒有再算零頭 好不好 那你就分我9萬 沒 沒算了 Wendy 你好 Wendy是做的 對 身高很高170 對 三圍是 3 2C 2 4 3 厲害厲害 漢娜你好 哈囉 漢娜美羊座 漢娜三位是 32124 36 OK 那看到我們草爺來 我們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呢 講夾娃娃機 不是 就是YouTuber很多種 可是你是屬於專業的YouTuber 因為夾娃娃機這個東西 是不是輕易就可以上手 確實 小弟我就被騙了不少錢 那應該的 不管在哪裡都 其實我也沒有說很想假 但是有時候人家在玩 你也會想要玩一玩 可是就是說你怎麼會 想要去拍這個影片給大家看 一開始我們在做YouTuber的時候 是先開直播 然後那時候每天晚上我跟我一個團員 天天都是外面收台子的錢 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慢慢陸續在租 租台子了 陸續已經租到大概40多台 假設說我們平均每天可以收到10萬塊好了 回到家只剩下一袋 一袋大概是1萬塊 然後就玩光了 你自己也玩 對 但你玩別人的台子 對 想說錢都花掉了 那跌倒了要抓把它吐起來吧 直播就把它開下去了 就莫名其妙 YouTuber就開始做起來了 小娃娃機有以前 很早以前就有了 對 但是有一陣子像雨後春水一樣 砰爆炸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突然爆炸 應該我記得最熱的時候是在 16年底17年初開始 就到處開了 那個時候好像是保夾金額的法條通過以後 它就不是電子遊翼法的東西 保夾金額 因為以前它 娃娃機是歸屬於電子遊翼設備 但是一旦它有了保夾金額設定以後 它就是選物販賣機的概念 自從那個法條通過以後 它是變成選物販賣機以後 就整個全市場 那請問一下就是說 保夾金額怎麼訂 看商品 我看你自己準備的商品 通常是 假設我今天一個娃娃 大概抓三倍吧 可能就是一百塊錢 我批發一百塊錢三百塊 保夾金額是三百塊 那我可以批發一百塊我寫六百 也可以 但是好像 會被抓 對 就它有法規在限定這個 對 它一般是說 它會有消保官的概念 你一樣東西 你不能超過幾倍 那種暴力的東西 行為出現 可是你現在 就是你剛剛講說 你當初有四十幾台 你每一天大概 可以收到十萬塊錢 差不多 現在呢 現在可能 好像有點退燒 有個兩三萬就還算不錯 還有兩三萬 但是感覺上 最近好像比較退燒 沒有像之前那麼狠 你看 東區耶 中央東路也 路邊開娃娃機耶 其實也沒有做退燒 它市場還是這麼大 是因為 娃娃機連天天都在開 你包含那個 那個什麼娃娃機工廠 現在還排單 排到十一月多了 當一個 比如台 這叫台主 台主 當個台主的 基本的那個 這個準備錢要做 大概準備兩萬塊 就是一台機器 對 然後先輸給那些 很會夾的人之後 先掏錢出來 輸給人之後 你慢慢才會變成 會賺錢的台主 所以說不管你是 夾娃娃機的人 或者是你做台主 都要有一段時間 在學習的時候 沒錯 好難喔 像當時候我們 天天在玩的時候 也是在 揣摩別人是怎麼挑 然後想要挑戰他 那種感覺 其實那感覺就像 毛與盾的對決 我們是那個毛 我要先幹掉你之類的 你剛剛講兩萬塊 那個機器台是租來的 不是 是裡面的商品的獲錢 那機台怎麼辦 租啊 租平均 如果在中部的話 平均一台大概落在 四千到五千一個月 難怪 我跟你講有一個不肖藝人 他也做台主 誰啊 那個張立東 他還貼他自己的照片 那他的台絕對不能 不過他 其實他一台應該可以玩 因為他也沒在研究 他沒在研究 只是他擺的東西說什麼 夾了多少 他剛才送人家一張照片以後 從此就沒人夾 應該就是這樣 所以他說沒人玩 誰貼自己的照片啊 請問 你們都夾過娃娃機 有什麼特別經驗嗎 有夾但是我 因為我自己很納悶說 為什麼大家會想去夾娃娃機 因為那裡面的東西 說真的也不貴 所以大家追求的是什麼 快感 快感是夾出來的快樂啊 得逞 可是得逞的就是可能 一兩百塊的東西 那因為我 比如說那個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台詞 比如說有一個娃娃 因為我覺得蠻喜歡他的 當你花了精神 等你真的把它夾到的時候 那個爽是蠻爽的 就跟 跟把女朋友一樣的道理 全部都是女孩子 可是唯獨你一個最愛 你一定要想辦法追到他 對 一樣的道理 那個是一種成就感 成就感 而且台灣的夾娃娃機 跟日本夾娃娃機比起來的話 日本的種類更多 就是騙錢的速度也更快 我那騙很快 一下子就沒了 而且他們是 他們不是像我們 只有娃娃機 他們還有什麼按鈕的 什麼推的 很多種 像我剛剛講 日本有很多特殊機台 台灣有嗎 台灣目前最普遍的是 彈跳台 什麼意思 它就是動手在這裡 對 它周圍弄了一些彈跳的布 它讓你的商品可以這樣子 彈很高 彈很高這樣子 你加到以後 它掉下去以後 就端一端 可能就是直接出動 出貨了這樣 那還蠻酷的 可是目前 還是違法的 那個是違法 對 目前 因為它通常它出場的樣子 那時候娃娃機台出場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 你就不能去 改變它 對 那是有法律規律 可是它對新手來說 它是一個 環運器的東西 吸引力 對 是 是 那你看過什麼 我看過一個這個 我也是在另外一位 YouTube 九妹的頻道上看到 它是一個在線上的 夾娃娃機平台 在日本的一個線上的 你可以遠端遙控那個夾娃娃機 然後你夾到那個東西 它就寄給你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太酷了吧 而且那個選的東西 非常非常多 這個不是太酷 這個太貴了吧 這是滿貴的 它那個是要儲值錢進去 儲值一個點數 然後多少點數就可以夾的 可是台灣可以這樣子做嗎 台灣有 有這種APP 可是通常那個線上的 一次夾的金額可能都是 20塊起票 對 而且你用手機夾跟你實際這樣 有差 差很多 那個就沒有手感的問題 那就是運氣比較多吧 那個爽感度真的差很多 那就覺得好新奇喔 原來這種夾法 因為你夾到 然後等好幾天才寄來 對 那寄來才對 誰的 誰拿這個 生氣 Wendy你看過什麼怪 我看過一個機台 它就外面貼了很多火辣的照片 很多女生啊 穿得很少 然後我就走過去想說 這是什麼 然後一看裡面都是一些 就是內衣褲 然後有蕾絲的內褲啊 丁字褲啊 原味的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原味的 就是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這樣也可以喔 對啊 然後我隔天再去看 這個合法 這個合法不錯 內衣褲喔 這個應該 可是原味的內衣褲 它沒有講原味啊 對 可能是新的 可是我隔天再去看 它已經被清台了 所以可能 需求這麼大 對 是不是你去夾它 我沒有夾 我只能說 膽膽力量大 很恐怖 我竟然可以清台耶 嗯 想夾都沒有 我本來想說試試看 那個漢娜呢 這是我自己的切身經驗 你什麼 有一次我去逛街 然後去上廁所 然後想說要投幣買衛生紙 就一般正常來說 10塊會有兩包 我就到處找不到那個紙台 然後就發現 外面有個娃娃機 然後那娃娃機是 保夾是50塊 然後就在那邊夾衛生紙 要上廁所 我就夾了50塊 才夾到一包衛生紙 那我跟你講 這個台主 它生意圖到好 其實廁所那一台 10塊已經被要拔走 你原來是這樣子 而且你也憋得夠久 我還可以走到娃娃機店裡面 去夾一個出來 就夾來了 因為它在那邊夾著 已經冷汗了 對啊 趕快給我衛生紙 亂夾 趕快投錢這樣 黃靜音 鄉面有話說 說什麼呢 Wendy 之前在電視上 看到你那高挑的美腿 讓我朝思暮想 可以請你做性感五連拍 讓我過過眼福嗎 好處是我扮成娃娃 讓你加個夠 擺個性很嗨的秋幸少年 秋幸少年 你放心 假你不是她是我們 哈哈 性感五連拍 二 二 三 四 這個好強 五 第五張很可愛 第五張很可愛 你腿好強喔 我不知道白什麼 你的腿應該比嗨咖還長 那真的是比 他比我還高耶其實 我嗨咖你好高喔 天啊 他腿大概到我這裡 請坐請坐 這個畫面我們不是很想看到 來 下一位 看哪 看你了你氣勢凌人的樣子 我覺得不行 快去跟草原撒個嬌 請他家娃娃給你 乖 讓我康康 康康 不是康康 不是康康 康康 是裝可愛這樣 你是不能好好講話嗎 康康 康康什麼東西啊 好 來 請打嬌 喔 整套了 整套了 我進來 好 整套了 很苦衷 好可愛 好可愛 你這是撒嬌嗎 康康 來 怎麼可以講我汪鹽香 這樣是中邪嗎 中邪 有什麼問題啊 可以 沒問題 你好香喔 真的嗎 走過來好香喔 一股青蝦 回去 真的喔 還有話要說嗎 鄉民 有時看你被雞台店有點不捨 在我身姓草爺的實力 今天給你個機會 把雞台店回去 加娃娃送給美女們吧 等一下啦 你會被雞台店的 真的假的 會 怎麼可能 你現在也是達人 達人也 我想達人都是一個 兩個字而已 實際上私底下 一直狂投錢 那幹糕的時候 都沒人看到而已 也對 對 那比方說 一台雞子 你要搞清楚它 你要花多長的時間跟精力 那你二三十塊錢就知道了 二三十塊就知道了 那你沒有被電啊 有啊 你假設一場裡面兩百台的話 你就二三十塊二三十塊的話 一出門就幾萬塊沒了 不是 你可以今天出門只玩五台嗎 哈哈哈哈 所以你的問題啊 你還是想要 我跟你講 玩到後面就是一個成就感 就像你 康哥你剛剛說的 那個成就感 重點是 你一個成就感都沒達到 你怎麼可能錢 可能就直接止住了 肯定一直一直掏一直掏的啊 不過不過我沒有要問你啊 因為你是專家 我要問你 就怎麼樣的機台會 吸引你的眼光 哎呦 這台我想抓 抓力勾 抓力勾 就是它抓起來的時候 可以拉到最頂 對有一些好賤喔 抓到他 就放掉了 有的是你下去 連摸 就是這樣摸摸的 就很像在幫你按摩 然後就起來 東西都不會起來 那種台就不要碰 第二種就是它的甩幅 它可能下去 我們可以甩一個檔 然後下去 抓到商品的話 這種甩幅是我們最愛的 那你不會因為產品而去加 其實玩到後面不會想看商品 後面是一個Q-Moji的感覺而已 因為你有40台嘛 那些產品也差不多就是 你也會有 對 基本上是 那我可以問草爺一個問題嗎 可以 就是要怎麼樣做一個最好的娃娃機 機台是讓人家想玩 但你又可以賺到錢的 它那個東西Mega到底是什麼 其實現在以台灣 就在娃娃裡面加千塊 根本講不起來 大家就不想玩啦 對 這個拿捏 這個拿捏 拿捏有點難說 其實它主要還是說看你住的 你租台的地方 它的周圍是屬於商圈 還是說什麼 環境 這個比較有關喔 對 如果說你附近有學校的話 你可能要擺一些 雜物啊 小朋友會喜歡的商品 原為內褲啊 對 那個可能也會被清 也有可能會被警察被被給抓走 對 以一般純玩好玩的人來講 其實商品的種類 其實有它一定的吸引力對不對 是 沒錯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夾娃娃機 好 我們一句先看 我們那種淺顯的講過 說還要看娃娃的位置 沒錯 你現在看起來哪一個位置是最好 我們一般俗稱 洞口旁邊的商品都叫做牆位 牆位 對 槍 槍位 槍口位置 就變成說我們通常 一到娃娃機台前面我們看的是 槍口位的位置 對 所以這個永遠夾不到 他是夾的 他只是會花 假設說我今天一百塊錢 有辦法夾這三隻 可是我可能夾他要花到三十百塊 所以我不會想要抓最裡面的 喔 難怪他在笑耶 他那個笑臉 完全陰險 來啊 來啊 我是賺錢機器 我們再來看其實是看 爪子的大小 這個爪子的大小 要抓到後面那兩樣東西其實是 不太可能 有點難度 他大小有分嗎 有 有分 就你在租機台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說我要大大小 可以自己更換 我可以自己更換 OK 好 在我們還沒進行之前 我們先測驗 我們每一個人的實力 我先玩一成 好 好不好 這錢 沒有 沒有 他已經有了 我要槍位 好緊張 撈鬼 這麼急 好 出貨 中了 兩個 中了 這個好像快 背叛我 好強 這個爪力就代表很強 這個爪力剛剛算強 算強 坦哥你想要直接破衝 放回去 再放回去 再放回去 不然人家說我不公平 對不對 好 這樣 好 按鈕 有槍沒打開過這個 直接 直接在那裡 OK OK 是嗎 你要夾後面的喔 然後夾這個 是愛心嗎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怎麼弄歪 那個沒事 那個沒事 歪掉了 歪掉了 這台幾十萬 我等一下來這裡打工 我歪掉了 可是他歪掉了 那個沒關係 那個板很容易出貨 真的假 真的 好喔 那我夾這個 那個拉拉熊 他歪一點也太晃了 對啊 是幹嘛 有 夾他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目前小弟冠軍喔 好強喔 好 來來來 要晃我了嗎 我覺得你一定不行 剛剛這麼有自信 可以喔 你要夾他嗎 他已經站起來 我想應該 就是他了 應該就是他了 應該做一個 應該做一個 好像沒有喔 哇哇哇 你好爛喔 他都快 他被你折腰了 你太丟了 難過喔 我都幫你弄髒了 你還沒夾到 對不起嘛 對不起嘛 所以說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們玩只能 一次這個 一次這個 那不同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不是 現在是可以稍微靠一點技術 OK 我們現在要麻煩你示範 豬 豬的話應該可以試試看 豬了嗎 但是應該不會說一次就出 因為他距離 槍口會還有一小段 喔是喔 對 通常我們娃娃娃機 都是這樣子喔 十元 我們都先試爪力 喔 起來 喔 有 喔 有沒有 喔 這個調台的應該調得太簡單 國仔的 哈哈哈 喔 這樣就 好厲害 那你再來 好 爪力有了 再來是我們要試甩 甩幅 甩幅就可能是這樣子 嗯 有沒有看到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擺盪 沒有 喔 我還是再一次 有嗎 這個商品這樣 我 通常我會用一個頓甩 頓甩就是這樣子 頓甩 前後這樣下轉 有一個小甩幅出來 喔喔喔喔 它就會有一個擺盪 拉過來就這樣 喔喔喔喔 這是基本的玩法 頓甩 好中二的文字 這是二十塊四爪力 三十塊我們就是準備要出貨了 好三十塊要出貨了 你媽媽還在 招了 欸 這個排手是誰跟我出來 喔 我沒有 四十塊才是真的 就已經完全熟悉了 那這樣講起來說 像這種帶子 就是比較難講 這個其實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它的爪子 最開就是這樣子而已 哦 所以跟他不一樣 對 哇 厲害耶 還是讓我一個基礎的教學 先教大家怎麼玩 是 請 好不好 那我先把商品先放回去 好 我幫你開門 謝謝 動手 欸 走 你來擺 好好 我擺 因為你擺就 我們才知道怎麼示範 因為我們搞不懂這個 所以一般槍口 可能會放稍微便宜一點 哦 對 然後通常 像這樣子好了 我這樣教學 通常你們去娃娃機店裡面看 它是說擺得這麼滿的情況下 我們基本上不用什麼技巧 就直上直下 因為有些現在基本上很多機台 它是上來的時候 它蹬到這上面這個圓形的時候 它撞到這個圓形的東西 商品都會往裡面丟 那一當它往裡面丟的時候 它會撞到後面那個商品 它就直接往豆腐噴 哦 試試看 嘶 試試看 試試看 來來來 女生請 你們是手下敗將 你比較瞄準好前面再兩次就可以了 就這樣嗎 哦 它好快哦 這樣子嗎 隨便 沒有看過 抱歉 好 要對好它的豬頭 哦 好 Wendy 該Wendy 這要甩嗎 要甩嗎 直上 這樣教你們直上直下就對了 就是對準它的頭這樣嗎 豬頭 對 豬頭 你在罵它嗎 還是 好險那隻不是烏龜 這樣 這樣子 喂 哎唷哎唷 中了 中了中了 哦 哦 你這麼強 很漂亮耶 對 剛剛那個可能還是有帶的關係 不然一般它會往裡面丟 然後就從外面撞出來 哦 這是最基礎的玩法 是 哦 然後第二種玩法 盾甩 這是比較中階段的 大概要花個 一萬多塊錢 應該就可以很熟悉那個方法了 哦 盾甩就是這樣子 前後 哦 前後下爪 這台有點怪怪的 前後下爪 前後下爪 然後一個甩幅 然後收起來 什麼盾甩 我聽不懂耶 為什麼 盾甩 盾甩就是利用 其實就是利用它爪子 它 往前 然後再往回來 然後 的那個一個擺盪原理 它會從後面下去 然後 一個擺幅 抓到商品 然後抽起來 往豆狗裡面抽 這是一個甩 那個擺幅的原理 對啊 厲害耶 好有才華哦 好 我們再把東西放回去 盾甩 試試盾甩 你們試一下 好不好 嚇我一跳 我以為你要把它夾起來 這樣放回去 你也太神了吧 我的老天啊 沒這麼厲害啦 太深了吧 不過曾經是有過啦 曾經那個就比較好削的是 你商品已經往下壓 然後抓住商品了 往洞口裡面掉 然後莫名其妙就拉起來 然後再丟回去 那有沒有趕快燒香 然後就馬上就當場就直接 打電話給台主 沒有 沒有 那我就會點香這樣 然後插上面 我就想 那要不要試試看 來 開咖 開咖 到目前為止 零 零 盾 曾經零 可以可以可以 來來來 零開咖 所以這一招叫什麼 盾 前後下爪 前後 所以我要先前後搖擺它是嗎 前後就可以 前後下爪 記住這個口 我覺得 前後下爪 前後 前後 不對 歪掉了 前後下爪 完全沒有甩 沒有甩 沒有嗎 他還是弄嗎 他還是可以啊 外面不會有這種台 對 因為要教學 所以會調得簡單 一點合理 OK 所以康哥他一開始夾到 那是太厲害 那是太厲害 沒錯 那我們在最後的進階的教學就是 多段甩 剛剛 頓甩是前後 這樣子下爪 會有一個小擺圖 對 我們要製造出它一個最大的擺幅 就是多段甩 等一下我先把商品拉過來一點 這樣應該比較看得出來 假設商品在這個位置 我要製造出一個最大的甩幅出來 就可能這樣前後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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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抓出一個最大的擺幅的時候下爪 然後收 收爪 讓它 讓它 其實它是有一個帶的感覺 它會直接 最遠的距離直接抽出來這樣 所以這個已經是最難 這已經是最難 這至少要花十萬塊以上才學會 真的 假的 可能是這台機台比較 看起來比較容易 但是你實際在外面玩 基本上就是這些 掌握這些技巧你就很厲害了 不是我覺得你很酷耶 你這個 所有的這個技巧 兩萬 這個技巧 十萬 完全是 怕學費的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 因為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在玩 大概也都是玩在差不多這些金額 開始慢慢變厲害了 那你厲害 回去請坐 不是說真的 這真的 這個這個今天是開眼界的 就是說不要看一個小小的玩一耳 他還是有他的技巧在 那當你喜歡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學他贏 我覺得就是你自己去研究 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要那個年輕學子 亮麗而為 亮麗而為 好不好 因為 我們總共花了大概五百多萬 我們整個團隊大概花了五百多萬 哇塞 你就弄一台超跑就這樣沒了 對 所以很難受 到現在還在自責 沒有關係 但是你也得到 你應該有技巧 也是 是 不過在那邊還是跟各位講 這很好玩 但是不要沉迷 好不好 那那個 如果說你真的很想練 就叫爸爸買一台回家練 會比較方便一點 希望他今天教你的一些技巧 你慢慢去熟悉 慢慢去揣摩 有一天你也變 抓娃娃機大 今天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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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